接下来咱们去广西喝点清润可口的藕粉 在贵港市港北区大虚镇的一处和堂里 藕农们正在忙着采收红莲藕 准备制作藕粉 将当天采收的莲藕洗干净 切结 研磨成泥状 再将藕泥装入布袋 置于水中洗擦姜袋 使藕的淀粉部分从藕泥中分离开 沉淀三四个小时 将藕浆装进麻袋里晾制成型 再切片晒干 晒干后的藕粉就可以冲泡实用了 用这种方式制作而成的藕粉 被称为古法纯藕粉 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自制区籍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